《扶貧智庫》在200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 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歡迎各位收看劇場會客室 今天我們的嘉賓是秦可凡小姐 是 Amy 我很想和你談談 你最佳女主角的電影《一決一》 應該有很多東西可以和我們分享 這部電影就是我演… 如果我算戲劇學校畢業 1963年開始到現在 我是48年功齡 已經是演令的了 在48年裏面演的戲裏面 我覺得最難是這部電影了 是 真的考起你了 是啊 是啊 因為又是我最後要退休之前 最近我都在演的這部電影 又是我最後演到退休的一部電影 我覺得這部電影很難 是… 一開始接劇本的時候 我看他 知道他是獲普立之獎的 是呀 是呀 作者 我一看 我問他為何這個劇本會獲獎 很失望的 是呀 很失望嗎 失望 我那天和導演李國偉聊天 他也是這樣說 劇本就獲你普立之獎的 我一看 這樣嗎 我的角色 沒有惹到 這樣 嗯 哇 為什麼呢 這樣 慢慢看 慢慢看 在排的過程 真的覺得 難啊 難啊 在哪裡呢 他沒有情節 是 沒有一個故事 其他的劇本都有故事內容 怎樣啊 貓又怎樣啊 狗又怎樣 然後兩個怎樣 為了什麼事要喊 怎樣衝突 兩邊的人怎樣 這個戲是沒有的 就是兩個老人家在養老院 孤孤獨獨碰到大家打牌 打了十四鋪牌 整個戲就看他 打這十四鋪牌 但是在打的過程 就說了一些說話 就使這個觀眾 能夠充分了解到 他們兩個人的背景 出身啊 他的背景啊 和他們的遭遇啊 到最後呢 因為兩個人的個性 始終是不一樣的 那個男的呢 就非常之固執 好性 脾氣暴躁 這個女的呢 就孤傲 報復心強 小提大造 這樣的人 最後兩個不歡如散 整齣戲就看他們兩個性格 應該是說他們性格衝突 但是劇本是比喻角色的東西不多 特別我這個角色 我懷疑當初這個劇本 是由兩個美國的演員 他們自己抽 就是這樣 醬出來的 我懷疑 當然沒有最後證實 看他們的電影版本 也是由兩個不同的演員 看起來就是那個男演員 比較突出的 這個演員可能很聰明 他有很多東西 他喜歡跳交易舞 他喜歡玩健身 他喜歡什麼 他喜歡什麼 可能他個人的個性 他就自己 把那些劇本出來的時候 就很突出的 那女的反而很弱 我問他的個性是什麼 我應該怎樣來演他呢 所以在這個劇本開始的時候 我真的不知道應該怎樣做 然後再加上 原來這戲難 除了他沒有這個故事情節 所以很難背台詞 外面的人一聽見 你們這些話題演員 為什麼你們這麼厲害 這麼好記性 劇本這麼厚 劇本都背得出 其實劇本背是最容易 是話題演員第一關最容易的事 如果能夠背得出台詞 那就是好演員就好 其實我很背負你們背 不是的 那些很容易的 背劇本是最容易的 我想讀書的時候 不見背書那麼厲害 但不知道為什麼背劇本那麼厲害 所以我真的很背負 劇本人家是 作家寫的時候 已經根據故事情節 而且有矛盾衝突 有人物的行為邏輯 他有邏輯性的 你很好背 你吃了飯沒有 沒有理由說我肚子不敢回答 當然是說我吃了還是未吃 或者我不餓我不吃了 當然是這些邏輯性的東西 但這個劇本就是因為沒有故事 所以每場打牌都差不多 最多講的話語裡面有些不同 已經是難記了 第二的就是要玩牌 在台上真的要玩牌 如果假的不行 即是真的要找到一隻牌 是好的 我要調哪隻出來 你要是真才行 如果不真的 真的這樣就很假 即是這樣 所以玩牌的時候 你要集中玩牌 就阻礙你的台詞 我們每一場是真玩牌 是真玩牌 真的 半真半假都要 即不是完全假的 有時玩一玩 進去 死了這隻 忘記了這隻 要說 要說 會阻礙的 有時導演說 喂喂喂 不要真的玩牌 這樣就罵我們 因為有時候 節奏長了 有時真的要 真的好 我明明那隻牌 好 我不值得要拉它上來 一拉它的時候 那些節奏就慢了 所以有時候 半真半假之中 所以我們排戲 難在每一次排戲 我除了排台詞以外 還要全部掉下台詞 要記錄好每一張牌 第幾個台詞 剛剛是我摸牌 剛剛我說完 就打牌 哪個時候 不拿牌 不派牌 就要說 這個要記錄好 要對著來 你排戲 這些才是難的 真的好 而且你每一場都會砸 這樣就很慘 因為好像你說的 不是邏輯性 因為砸完 接著開哪一場 那個就難了 接著再說什麼 因為你最後局是砸 你十四場牌 也是砸 十四場牌 要記錄十四 怎樣分法 是很難的 這個真的難 由於 再加上 這個劇本比你的幅度很大 由於他不是規定死 你這個人 由於 可能不同的演員 你演我的角色 或者是另一個完全不同的調子 或者他演 那就會完全不同 所以 你比你的空間很大 再加上 他 這個是 最難 我這個角色最難 反而就是 他從第一場到第四場 是怎樣一點一點一點 兩個人 人物關係 是由開始點到 點到 慢慢一點點 有意見 然後都開始 然後又反覆 又好 又怎樣 那個過程 那個情緒 怎樣分配 這個是很難的 很難 是類同的 所以 我覺得是非常困難 我們由於演得太久 經歷 就不會害怕 本來我們不會害怕觀眾 不會害怕哪個領導來看 不會害怕哪個親朋車友來看 但是我們那次第一次演 哎呀 怕到 怕到 好像剛剛氣球校未畢業那些事 拆驗 或者什麼那些事情 怕到心 噗噗噗噗噗 是隨時忘記台詞 是隨時忘記動作 一記錄台詞 一記錄台詞 整段戲會沒有了 沒有了都不知道 兩個人都不知道 我們對方 我的對手 都是演了幾下 我已經四十多年了 兩個人加起來幾十年都無法處理 經常都會脫掉 我記得有一次你問 為何演了十多分鐘完結 演員都不知道 但沒有人知道 我們都不知道 沒有人知道 所以是很難 但這個戲好就好在 由於它給你很大的空間 我們這個戲就演了頭未七年了 七年的了? 這麼快七年了? 我在香港演了十三年的戲 但有七年是演這個戲 就由廣州話開始演 接著就去大陸演演普通話 所以有五年是演普通話 最近回來我告別演出 就是演廣州話 反而我的頻道更換又是很困難 五年都說了國語 現在要換回廣州話 現在只有十天時間 所以 我們在演這個戲的時候 每一次我們的同事說 還要排? 排得熟了 還要排? 但我們每一次排都有新的感覺 真的 開始只是在表面上 老人問題 如何效盡老人 好像老人院 這些題材 但慢慢慢慢就感覺到 這個不是那麼簡單 這個題材主要是 你的性格決定了你的命運 兩個人的個性 這麼固執 這麼偏激的話 他的命運必然是不好的 他們的必然就是失敗者 其實也提出另一個問題 如果你在生活上 為什麼會成為一個失敗者呢? 因為兩個老人家都是 婚姻失敗 和子女關係不好 生意失敗 然後來到老人院 連兩個老人家相伴 來玩玩都會失敗 到大家最後都不歡而散 其實做觀眾看完這個戲以外 也都可以看到自己 例如我是中年人 我怎樣對待我的事業 我怎樣對待我的父母 我怎樣對待我的伴侶 而老人家更加 好像我演員這個戲 我得益更大 我已經是老人家 我馬上退休回去 我應該怎樣對待我今後 我做一個老人 是不是一定要老人 因為老人家就是很怪的 生理慢慢衰退 但是歌聲慢慢增強 那個差距越拉越大 就是生理和心理 是互違反作用的 我經常舉例 老人家就是一杯水 這杯水 如果你是糖水 經過日頭的蒸發 它就會變得 如果是糖的就越甜 如果這杯鹽水就越來越鹹 那杯酸水就越來越酸 那杯苦茶就越來越苦 老人家很奇怪 從年輕到老 去回年紀 就去回好像 雖然你是80歲 你就會去回三幾歲的時候 越來越小孩子 老人成小孩子 是的 他人生經歷以後 使他的個性越來越向他的方向走 那我就要警惕我自己 即是說 這兩個老人家就是這樣失敗的 你是不是還要這麼堅持 這麼固執呢 好像我自己 我要求太完美了 我無論是生活上也好 我積勁冷衣也好 我插個花也好 我演個角色也好 或者我要求你也好 我也太要求完美了 所以很多時候 要求自己完美 你要求你的拍檔 或者你身邊最親近的人 你要求得太完美 我看過世上也不可能有完美的人 包括自己 但你要求得太完美 人家會覺得你很固執 很固執 很… 即是… 人必然就是人物關係 很多時候會產生一些什麼 所以我說 我亦都從這部戲 我學懂了很多東西 學懂了我怎樣做的老人 我怎樣… 今後做一個is going 即是說 你自己是滿足於現在 覺得挺感恩 即是覺得 年輕人對我挺好 你要感謝他們 而且你要知足 比上不足比下有餘 不要跟最高的比 然後多些說感謝 多謝 還要多些去學新的東西 不要強迫別人的年輕人 按你的軌跡走 不一定對的你 現在互聯網時代 很多新的東西不一定你對的 所以我覺得我自己都學懂了很多東西 演這部戲 我發覺演了七年 為何他會這麼長壽 演來演去都得到很多人的歡迎 特別看個人 應該沒有誰說他不好 主要就是 很多人都可以裡面得到一些得益 再加上戲也好看 主要就是我和對手之間 拍檔了七年 可以說是真正了解彼此 如果我們說表演一定要真實交流 我相信這部戲是給了我們最大的空間交流 我們從開始擔心對方的台詞有沒有錯 我有沒有錯他有沒有錯 今晚他會不會忘記 開始是擔心這些 後期就熟了 熟了以後慢慢會放心 都會有些放心對方 然後萬一有什麼事 從他的眼睛我已經知道今晚有什麼事 大家都會有些警惕 互相支持 或者有些什麼錯誤 到現在大家的磨合 所以人家看完這部戲 你們兩個都合作得很好 現在當初恨不得你打我一巴掌 我打他一巴掌 好像戲的角色一樣 互相衝突 所以我覺得給我一個 如果從表演上來說 雖然是自己做了幾十年 現在有很多挑戰 還有很多挑戰 就是每一次排練都要給他新的東西 從中感受到一些東西 我自己本人 跟別人有所不同 就是我自己每年都要去美國的養老院 因為我媽媽年紀大 也是沒有人照顧她 她住了養老院 從最不想住到住 然後在住在裡面 她的心態 我也了解了很多 我經常每年都回去看她 陪她 看到老人院裡面的所有的人 劇本裡面所有的人物 都在裡面看得到 又很能夠知道她們為何會這樣做 所以我覺得對我這個角色都有很大的幫助 這個電影 在全國受到歡迎 特別是在北京、上海、四川、舞岸這些地方 居然她們提的看法 不只是這部電影 我們香港話劇團曾經有幾次去北京演出 譬如演過《甜甜酸酸》《香港地》 這個音樂劇 演過《傾城之戀》 蘇佑華和梁嘉飛和我們一起演過《暗戀桃花園》 是《賴聲村》的電影 還有第四個電影是《一決一》 其實《文化沙漠》 我反而不覺得香港是《文化沙漠》 因為我在香港這13年 我覺得香港政府是大力支持藝術的 給我們這麼多錢 而且這麼多劇團在這裡演出 每晚都有這麼多話劇演出 所以我覺得根本不是《文化沙漠》 反而大陸現在是停滯在那裡 我們當初是活躍的時候 現在他們變成停滯了 停滯了就是沒有什麼話劇演出 他們越演就越虧 政府又不是給那麼多錢 所以他們變成寧願不演 虧得多 不如就借所有演員去其他拍電影 電視 所以他們反而 話劇就沒有我們香港那麼豐盛 他們看完我們的演出以後 就覺得 全中國有幾個流派的畫劇 以前已經在北京人藝演出 什麼茶館這些很有特色 他們的戲就是人藝派 給他們一個 他們人藝派的特色就是 很有香土味 北京的香土味 很有生活 第二個派就是上海的海派 是上海人藝 他們多數已經外國氣多 那時候在大陸 所以他們很洋派 上海這個城市又比較開放 沒有北京這麼原汁原味 北京風味 他們是很洋派的 所以他們是海派 現在被我們居然他們座談會的時候 說我們香港的 話劇團所表演出來 所代表的是港派 香港的港派 我們當時都覺得很受寵若驚 因為他們覺得我們港派的戲 是生活的 是很有節奏感的 香港人你知道的節奏是快的 不拖搭的 所以表演出來的戲也是這樣 很活躍的 而且有幽默感的 我們這個戲 和北京人藝 朱林、于士芝都演過 他們拿我們這個戲 和他們的表演 他就明顯地感覺到 我們那個生活的領導 那個節奏感和那個灰鞋的感覺 我覺得這些都是給我們很大的鼓勵 其實也是香港人的一些好的東西 我覺得我們學習了 帶了上去 使他們看到 香港人原來 原來你們的藝術有這麼好的表現 所以我覺得很欣慰 就是我們做了一些東西 能夠使得全中國人 都了解了香港的流派 這個很難得 現在演了多少場 演了頭尾 演了五十 不是 快 還未夠七十場 其實這個戲你應該帶去美國演 希望 我覺得你可以去美國演 你一個人在這裡 只是孫力文去而已 是嗎 應該只有 現在就想想想想 希望可以做到他 對 Amy 其實我們還有不太多時間去談 我其實很想跟你談多些 不過真的不太多時間 林別 你有什麼贈言給畫劇團 或者給香港的劇壇 我覺得香港演員都很努力 他們天天在這裡 很熱心地按自己的喜好 以及自己的理想 一直在這裡做 而且不斷地很興奮地去做 我覺得是很佩服的 但是由於太多的藝員畢業 那個競爭是非常大的 這個看得出 也是香港來生存和進步的表現 我都覺得以後 是否作為政府也好 或者有關的 能夠安排好一些演員的出路 除了畫劇團 除了一兩個專業的劇團 其他的應該給他們一些 譬如說 是否可以和學校聯繫起來 搞多一些戲劇的教育 學校需要這些人才 可以和朋友出路 這個使得他們能夠出來 不要徬徨 讀書讀完出來 第二個就是希望劇團 能夠重視自己劇團的演員 不要每次都覺得 外面的名演員 大陸的Dawar Dawar即是很名的演員 明演員都是靠各個行業 特別是宣傳部門 宣傳出來的 你應該要珍惜自己本 好像我們團 有些演員 個個都是十幾二十年 幾十年經驗 這些演員應該多些宣傳 應該多些看見他們的能力 而為他們來開戲 而不是他的眼睛看著自己的不看 看著外面 找外面的所謂Dawar 明演員來演出才有票房保證 我覺得不一樣 不一定的 如果好的戲 你真正用心去創作的戲 我想是有市場的 如果你經常以為是靠Dawar Dawar可以 不是不可以 但你只是靠它們 不一定可以 我覺得 有些戲不一定適合 等於你是一個很有名 或者你演這類戲 或者別的戲不行 所以我覺得 希望我們這些 搞藝術的行政人員 多些看下自己的演員 多些用他們 給他們機會 甚至宣傳他們 不要浪費他們 香港你覺得現在的觀眾 其實夠不夠去看 剛才你說很多學生都畢業 演員會越來越多 但是觀眾那裡 你覺得夠不夠去看 我覺得觀眾就是 因為香港看電影的人 畢竟有限度 以後的目標可以放在大陸 但是香港政府聽說 如果我們的劇團去大陸演出 不算你的 就是說你演出的長次和數量不行 我覺得不應該 因為你畢竟 你現在都應該面向大陸 我們當然主要為香港的觀眾服務 也都可以出去介紹一下我們香港 國際大都市 什麼文化都應該 所以我們這個戲去了 別人都覺得 你們的文化不錯 原來香港 我覺得以後都可以多些機會 香港政府都應該是 計算我們去國內做的事情 我覺得 其實真的應該計算 因為那裡的準備 那裡真的花了很多人 對 為什麼會不計算呢 都是中國 對 不過 我希望你可以很快又回來 再演戲 有些如果對的那些 你回來演吧 希望 對 不知道是否正確 要看看以後 不知道有沒有這個可能 有 快點 等其他劇團 聽到你 就知道 可以你回來演 因為 你說自己年紀大 但其實你那個 還很靈活 還很可以演到戲 其實真的 所以不要浪費 那麼 資深那麼難得的演員 真的 是的 我很希望可以再看到你的演戲 真的 我很希望可以再見到你 好 好 那我祝你在那邊 生活愉快 最重要是身體健康 好 希望很快你就回來香港 和我們見面 多謝你 多謝 多謝 拜拜 不捨得 拜拜 向你誠意推薦 I Read I Read 是甚麼呢? I Read 是一個公共出版服務 公共出版服務 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 公民社會組織 網民等等 將他們的書籍 刊物和博物等等發成電子書 令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 iPad iPhone 或者其他手提電子裝置 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個就是I Read 和你看普通書一樣 甚至即時連上不同社交媒體的頻道 連結到作者網站交流心得 實行多媒體互動 你還可以download書內的相片 觀賞或者下載隨書影片 在我身邊 我坐在一起 我每次都知道 我看公共出版服務 這間公共出版服務 道具 拿出版服務 甚至不問 我一行 我看公共出版服務